那这边呢是我们去年哈就是那有一颗很大的无花果树吗 我们修剪正好入冬之前 我们修剪一下 修剪完之后 我们随便把枝条给插进来了 你看 不光活了 有的结果了呢 有的话说老外你们这个怎么当年结果 你要明白啊 无花果一般呢 它是老枝结果的 明白吗 像这个枝条的已经达到了那个年年龄了 就你插下去它也是结果的 就我们这一批基本上都这样 都是具备当年可以结果的 因为这个都是从老枝条插下来的 存活率还是比较高的 有的呢是先涨液 有的呢先涨果 就是跟华尔门说一个什么事呢 无花果这种东西随便插随便活 很好养 全国各地都可以实现地灾 你要冷一点的地方 你到了可能到了黑龙江那边的话 你要做防寒 两广地区也无所谓 它不怕热 也不怕晒 也耐寒 我们这个冬天不进行加温 而且冬天天差的都活了 看 是吧 都活了吧 有的话说的话 你们现在不卖嘛 这个现在也不能卖给花肉卖哈 得过点时间的 你现在卖有点上粮性 还没长稳呢 连根都没长全呢 他只是说 现在在我们 在我们的理解来呢 可能是假活 什么叫假活呢 就是它还没长根 它可能把母体 就是它本身的这些个营养全部抽干了 它能长出根来 能长满根才能去卖 当然了 存活率还是看着挺高的 有的还是差不活 还有一个是要时间 就现在说话这一批都已经三个月了 等到卖给大家的时候至少要养一年左右 你想这个成本就高了 人工成本方方面面 对吧 别的也没啥 今天也不知道叨叨了个啥 你们也可以随便尝试着牵插着玩 它就活 不活 不活就不活呗 对牛们啥损失啊 活了不就多一颗嘛 是吧 万物皆可尝试 鼓励花儿们去尝试 好了 觉得不错 就点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洋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洋花最仁一 白了吃饱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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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